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访谈期间也谈到了战争的话题 对此他们达成一致 需要尽快使乌克兰回复和平 除此之外还谈到了匈牙利家庭补助系统 根据诺阿克卡特林的说法 该系统受到教宗方基各的高度评价 即便是在旷日持久的战争环境下 匈牙利依旧能够提高其表现 财政部长瓦尔高米还一强调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了6.5% 这是欧盟平均水平的1.5倍以上 因此 匈牙利在成员国中 经济增长排名第三 同时财政部长强调 由于战争危机 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愈加难以预测 近6月后 7月的就业人数也达到了470万 失业率为3.5% 是欧盟中最好的数字之一 但分析人士担心 战争的后果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 在匈牙利劳动力市场上 一些企业正在为一场持久的危机做准备 并可能因此会削减一批员工 通往米什克尔茨和涅克拉德哈佐之间的火车脱轨 造成了巨大的死亡 铁轨恢复维修 可能将持续几个星期 根据铁路局的报告 火车司机可能没有注意到脱轨的状况 因为他一直保持向前行驶 车子损坏了5公里多的混凝土地基和路面 幸运的是事故中无人受伤 凭借2000福林的往返票 您可以在周六从全国的任何地方 前往布达佩斯观看烟花 这位居住在该国较远地区的人 创造了大幅折扣前往布达佩斯的机会 因为可以通过往返票 于8月26日27日从外地前往布达佩斯 并于8月27日28日回城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